天龙后期 慕容妇的婢女阿碧在晚年之时收了一名弟子 此人名叫黄耀师 出身逍遥派康广陵门下的阿碧将琴棋书画 一项星补全部传授给少年黄耀师 黄耀师也是天资聪颖 将阿碧所传授的内容全部学成了 而且还清出于兰儿胜于兰 之后阿碧觉得自己已经也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了 于是便将黄耀师带到了王家的狼环御动之中 让其自己一个人照着武功秘籍自行学武 就这样黄耀师在这狼环御动之中便来了天下武学 经过多年之后 黄耀师不仅将这狼环御动之中的武功悉数学会了 而且还自创了弹指神通 御萧剑法及洛英神剑长等绝学 之后待阿碧死后 黄耀师便离开了燕子物 出去闯荡江湖了 黄耀师在闯荡江湖的过程中 遇到了铁掌帮的帮主上官建南 两个人一见如故 而黄耀师本人也十分钦佩这种英雄豪杰 于是二人就经常在一起切磋武功 正好当时南宋正在与金国求和 一帮武林人士看不惯南宋朝廷的软弱无能 于是推举上官建南为盟主 带领中原豪杰截杀金国使臣 当金国使臣被杀的消息传到了金国后 金国便派出了护国法师雷霆上人带人剿灭铁掌帮 这雷霆上人乃金国第一高手 上官建南此时还未将铁掌炼至大城 在雷霆上人的追杀下 上官建南被打成重伤 心亏得一名孩子相救 之后上官建南便收这个孩子为徒 而这个孩子就是日后威震天下的铁掌水上飘球千刃了 上官建南被雷霆上人追杀的消息传到了黄耀师的耳中后 黄耀师立马前往搭救 最终以所学的奇门遁甲之术困住了雷霆上人 金国这边同时向南宋施压要求通缉上官建南与黄耀师二人 这也引来了众多武林高手的追捕 黄耀师一气之下开始大开杀戒 之后更是不分青红皂白 只要他看不爽之人全部杀掉 所以江湖之人都称他为黄老邪 最后亏得王重阳出手阻止 黄耀师眼看是到如此 便独自一个人在海外寻得一岛过起了隐居生活 多年之后 一本号称天下武学总纲的九阴真经万事了 黄耀师为了一堵真经内容 于是前往华山参加比武论剑 成为了天下武爵之一的东斜